汉字偏旁去谈 亲爱的小丽 你好 你来信说 你的老师告诉你们 汉字记录着我们的前人在农业社会初期的生活情况 你这位老师说得很对 不说别的 很多汉字的偏旁 都是和前人的生活有关 让爷爷说给你听 那时的人已经懂得种田 能用语言和别人交流 可是却以为自己是用心在想事 他住在洞穴里 他的住处能躲避风雨 他穿着衣服 他吃的食物是从庄稼中取得的稻谷 他已经知道水和火的重要 人的手能做很多事情 他的脚每天在土地和山上跑 他害怕生病 也害怕野兽 他要保护自己的子女 动物中 狗是他的朋友 那时候没有灯 靠着日光和月光 他的眼睛看到很多东西 冬天很冷 他喝了酒就感到暖和了 人会做工具 用的是木头 竹子 石头 和金属 人还会造船和车 有了船和车 他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 你也许会问 为什么英文不像汉字那样 能把前人的生活情况保留到今天呢 那是因为汉字是象形和表意的文字 而英文是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记录的是人们说话的语音 人们说话的语音变化很快 英文这样的拼音文字 便也随着语音变化而变化 几千年下来 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用图形表达意思的汉字 却不会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 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东西 我们今天还能读得懂 这一点 也是汉字的长处之一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爷爷下次再告诉你别的关于汉字的知识 祝好 爷爷 1999年4月1日